所以这一次我们到这个瑞典 然后去全球智慧生活联盟 就是LLG的智慧城市 那全球140个城市 只有远雄拿到 创新作为智慧城市 唯独远雄拿到 所以这个是全球第一个 远雄主案照正计划 主打社区智慧宅 包括求救系统 智慧巴士和交通管理 房价上看一瓶50万以上 但实际上销售期拉长 住户陆续搬入 公车路线几乎零经过 只能靠着建商提供的接驳车服务 而这项服务 预计在明年1月底停止 届时居民搭车上班上课都是问题 原本早在几个月前开过协调会 却迟迟得不到解答 眼看着时间越来越紧迫 透过新北市议员张志豪 安排交通局长钟明石到场会刊 大家持续提出需求 那么局长会把大家的意见带回去 建商原本提供接驳车到捷运顶西站 环状线通车后更改路线到中原站 而随着市府中原沟 增设人行步道第二期工程完工 接驳服务也将喊停 住户代表强调 社区中有很多孩子在台北市上课 走路到中原站 再到顶西站相对耗时 建议从永和仁爱公园的公车路线 延伸到中和左岸 10分钟再到顶西站 大概要花40分钟 那如果说有交通车的话 我们实际上从我们这边 开过去大概15分钟 对小朋友来讲 他们可以多顺一点 然后回城的时候 也不用都是走路 因为那边的交通又比较混乱这样子 它几乎是围绕人海公园 一直到顶西站的部分 那个部分来讲 但是它牵涉到永和区 跨到中和区这个问题 那刚好局长今天也立临 从局长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来讲 事实上来讲话 跨区不是问题 跨区已经不是问题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相信 新北市的交通局 应该可以处理这样一个事情 轻轻地从跨区开发区 刚开始民营公车 绝对没办法进入 因为会有营运上的问题 那随着现在目前的开发区 已经步入到尾声中后段 那我觉得其实也希望就是 由交通局公权力来协助民营的业者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多开几条路线 交通局长钟明石认真聆听住户代表发言 并认同发展大众运输系统才是社区居民之福 同时建议不能因为争取新社区的搭车权益 排挤了邻近社区 使用者付费的整体规划下 朝向开设新的公车行驶路线 第一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我们尽快来解决 但是我不会帮你们开免费公车 很抱歉 大概我有话都是直讲 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免费公车的机会 那也不用去想说 是不是吊人家的车子过来 都不用 我帮你们找新的 因为这个社区相对旁边的传门社区 是抱歉 我的用词用语没有不进去 是凸显高贵 所以有时候要拜托一下 因为我们做所有的动作 第一个不要去减损他们的 这个既得的或者是环境 或者是一些配置 因为如果你要把它的牵走 你要把它的移掉 要把它的减少 这些事情对外围的这些传统社区来讲 它会产生很大的抗拒 另外钟明石参与过远雄卓案 智慧宅规划案 指出当年有所谓的交通设计书 那时是否有相关公车规划路线 都必须查阅旧资料 至于有住户提出 关于智慧宅相关的公车站规划 是否由市府代管 牵涉的层面广大 将择日再讨论 以规划公车行驶路线为优先重点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我们在明镜中处 Amen 从当那儿看到 hmm ap